孩儿叩见母后 祝母后奉体千秋 千什么秋啊 哀家看你这是杀上门来兴师问罪 怎么不让御林军进来 你索性连哀家一起打入冷宫啊 母后息怒 孩儿不敢 哀家知道你大了 嫌哀家爱手爱脚 你竟敢带着御林军闯入慈宁宫 好 哀家今天就让皇上来处置吧 母后 今日之事绝非微言耸听 后宫确实有人行为不轨 这两个小绢人 是从宋妃的随身行李中搜查出来的 孩儿绝不允许前朝前代的丑事 再在本朝作孽 孩儿恳请母后 允许孩儿将宋妃罚入冷宫私过 以郑后宫 知道了 你还是离你的朝室去吧 母后 今日如不惩罚宋妃 那就是对郑妃娘娘和皇二子的 绝对的不公啊 儿臣恳请母后明见 好啊 我儿竟然也敢斥责为娘的不公来了 既然你看着哀家不顺眼 那哀家就请万岁爷下旨 先把哀家逐出宫吧 母后 孩儿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呢 你身为一国之君不顾九五之尊 竟敢倾信这等巫蛊妖术 兴师动众大张旗鼓 你这样做愧不愧啊 这 这 哎呀 那个宋妃被你避在宫中出不得半步 怎么去做这种事啊 这分明是有人暗算于她诬陷她 你不问青红皂白 一昧地听信他人 你简直是荒唐至极 母后息怒 母后千万息怒 不要伤了自己的凤体 都起来吧 谢母后 你们都下去吧 是 你呢 是很懂事 可在为娘的眼里 你还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 你心地善良 心软 耳根子更软 经不起人家在你旁边吹你的枕边风 灌你的迷魂药 早就跟你说过了 让你好好的处理朝政大事 这后宫的事你就不要管了 后宫又挨家这把老骨头来为你撑着 母后 你呀 说你聪明 有时候你是个有智有节的天子 说你糊涂呢 有时候你任性顽皮的 就像个孩子似的 你担着天下 皇上 凡做任何事情 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母后 孩儿方才的意思是 家不齐何以治国平天下 要是不把这食妖之人给弄出来 让这后宫紊乱 那岂不是辜负了母后的一番教诲 你还敢往哀家的身上推 我老实地告诉你 这种针扎小倦人的招数 是哀家早就玩剩下的把戏了 当年先皇在世的时候 那吴飞娘娘曾经为已生下了一个皇帝 哀家怕你失宠 怕有人夺取你的储君之位 就用这招嫁祸过吴飞 这过去的事情了 母后就不要再提了吧 我也不想再提了 可是 这件事情 在我心里头这么多年了 我始终都放不下去 当时 先皇大怒 吴飞失宠 你刚出世的皇帝被送出宫去 不久吴飞就忧郁而死 这事儿 已经在我心头压了二十年了 后宫争宠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 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历来是你死我活 母后 母后不是第一个 也不是最后一个 您就 不要太自责了吧 话 是这么说 这离儿呢 也是这个离儿 可这 让哀家怎么能够心安呢 你亲弟弟流落民间已经二十年了 这些年来 这始终是我心中的一块心病 以后我闭了眼 让我如何面见先皇 这全是哀家之国 母后 孩儿知道 孩儿当这个皇帝不容易 全靠母后的苦心经营 孩儿当接近全力 报效朝廷社稷 不辜负母后的一番苦心 你啊 也不用敬简好听的说 你若是一个真正的明君 这小眷人的事 就不要再查下去了 再查下去 哀家敢保证 到那个时候 任何人的脸上都不会好看 后宫之事还是见怪不怪吧 微娘跟你说了这么多 就是不希望在宫里面 这种事重蹈覆辙 你难道也想 让你的一个亲生儿子被逼出宫 或遭不测吗 一辈子 你们骨肉都不相见吗 母后 好 您的话孩儿记下来 您放心 孩儿绝不会让任何一个皇儿子 遭遇这种事情 孩儿谨遵母后一直救世 这就好 这就好 去处理你的朝政吧 母后 您的一番话 让孩儿毛色顿开 孩儿年轻 不懂事 有时甚至是感情用事 可是您放心 从今往后 再也不会有这种情况了 母后 孩儿告退 去吧 来 先皇 求求你 保佑你的儿子 能够度过这一关吧 周婶儿传我的义纸下去 今后 谁再敢疯传小眷人之事 杀无赦 遵旨 来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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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了不得了了 又怎么了 交房工都乱了套了 郑妃娘娘把盘子碗摔了一地啊 奴才能吓得都没了辙了 你这个蠢才 你也不劝劝他 皇上 奴才劝不住啊 闹吧闹吧 再闹腾一阵子他也就消停了 这贵了期 都是因为这立储之事给闹的 皇上 您要是尽早将小皇子立了储 奴才敢保证 那交房工天天应歌 夜夜演舞 冯宝 皇上 你传朕旨意到交房工 朕非娘娘再这么胡闹下去 摔盆砸碗 朕永世不等她交房工 皇上息怒 奴才马上去传旨 了 既然歧盟 赶索 既然不可 她的莫妇 在麻烦里边 赶紫 娘娘 老奴伺候娘娘 喝杯香茶 消消火吧 这道金片 我才知道 看来我在圣上的心里 连一支茶钟都不如 娘娘 她没碎 没碎呀 素玉 把她捡起来 把她捡起来 我再让她落地一次 你觉得她会碎吗 娘娘 可千万不能再碎了 可千万不能再摔了 小不忍责乱打谋啊 冯总官 你把这支茶钟 交给皇上 就说 这支茶钟 掉地上没碎 这是天意 臣妾 不能违背天意 多哥 天意 特别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